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镇级居住 心识不忍 雍正不愿在父亲住了六十多年的前清宫居住 似乎是要为父亲康熙守孝 但是也有传说 雍正是篡改遗诏才继承了皇位 因此心虚而不敢入住 无论真相如何 雍正的另一句话也表明 他是想为天下臣民做一个节俭的表率 他说 真意欲居于月华门外养心殿 卓江殿内略为气离 物令素朴 养心殿建造于明代嘉靖年间 位于内庭前清宫西侧 是一处独立的院落 南北长约63米 东西宽约80米 占地5000平方米 养心殿最外面是养心门 门内有一块玉壁 针对着正堂内的皇帝宝座 取面壁之意 时刻提醒着皇帝 要反省自己的一言一行 正堂内皇帝的宝座 红木龙椅上方 高悬着雍正皇帝首书的 中正人和辩格 用以警示帝王 要中庸正直 仁爱和谐 养心殿正堂的两侧 是东暖阁和西暖阁 东暖阁内设有宝座 西暖阁则分割为几个房间 有皇帝批阅奏者 与大臣密谈的小事 约勤政亲贤 有乾隆皇帝的读书处 三西堂等 阳心殿的后殿一共有五间 东西烧间各设有床 清朝的皇帝防止被刺杀 每天晚上随意居住 一般情况下 连太监都不知道皇帝 在哪个房间救济 1861年 先锋皇帝驾崩 六岁的宰积位 年号同志 27岁的叶和纳拉氏 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 开始参与朝政 这年的11月1日 慈禧太后就是在这里的东暖阁 举行了清朝历史上第一次垂帘听政仪式 从此开始了她长达48年的统治 如今这里的陈设仍然保持着皇帝年幼时期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的样貌 当时小皇帝坐于前座 慈禧太后坐于后座 两座之间有一道黄色沙帘隔开 所有的决策均由黄色沙帘后的慈禧太后做出 1908年12月2日 三岁的溥仪在资金城太和殿登基 年号宣统 此后取代慈禧坐在养心殿东暖阁连后的 是当时的太后隆毅 但仅仅三年之后 隆毅太后率宣统皇帝 在养心殿正式发布了清帝退位诏书 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清王朝 宣告正式终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